也掉五个小细节 尤其是第五个能让你省很多钱 第一 千坠太空痘之间拉开五厘米左右 拉开优点 千坠拉开后 在鱼口轻时 浮飘也能体现动作 从而提升中鱼概率 锁紧缺点 太空痘和千坠完全加紧实 鱼在吃饵时 需要先拉动千坠后 才能把信号传递到浮飘上 如果水下再有一点障碍物 卡住千坠 那浮飘基本看不到飘向 第二 飘坐拉开三到五毫米 优点 拉开飘坐后 浮飘入水上下垂直 不会倾斜 灵敏度自然就好 缺点 飘坐把浮飘加紧后 入水浮飘会有倾斜 影响浮飘的灵敏度 第三 飘间上抹风油晶 优点 小蜻蜓 小昆虫 不会落在飘间上 影响飘向不说 看着也很难受 第四 每次钓鱼时 检查一下 主线是否受伤 优点 上大鱼时 不会连飘在沟 都被鱼拉跑 缺点 鱼跑了不说 就连线组 也被鱼带回家了 第五 杆子和线组搭配 优点 紫线拉力值小于 主线拉力值 主线拉力值小于 杆子拉力值 合理的线组搭配 可以让你在无形中 省去很多钱 缺点 一旦线组搭配不合理 就可能出现断组线 浮飘丢失 严重点的直接爆肝 真正的是得不偿失 以上五点 你有中招吗 最后总结 野外锤钓是个系统工程 权衡利弊 找到平衡是关键